一名陸軍航特部的旅姓特種兵 在宜蘭礁溪一間飯店墜樓身亡 家屬就質疑是軍方拖延旅姓士兵的退伍申請案 才導致不幸的發生 而軍方則是提出相關的時間點 證明絕無拖延 宜蘭礁溪有一間溫泉飯店 星期日早上傳出了房客墜樓死亡 一名和親友一起出遊的陸軍航特部旅姓特戰兵 星期日上午親友找不到人 所以只好報警 警方在飯店後方找到人時已經死亡 初步研判是從飯店十一樓墜樓 排除他殺可能 證明旅姓士兵的父親懷疑 他的兒子可能是因為軍中适应不良 申請退伍 不過遭到拖延所以尋短 軍方星期日下午發出新聞稿表示 旅姓士兵三月二十八號完成散訊 四月二十號到部隊報道 七月中承向幹部表達退伍意願 經過輔導後在八月二號提出申請書 旅姓士兵所屬單位就在八月三號發布 不釋服現意的命令後 承報陸軍司令部合辦 程序都符合作業規定 絕無拖延 不過由於現場沒有發現任何遺書 確切的死因或可能尋短的原因 都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 記者綜合報導